徐凯披床单 张冰冰成哈哈 国产剧造型抽出新高度 大家好 我是大贼小八 最近张冰冰又一部作品 千朵桃花仪式开 开机直播 我再次见识到了 现在造型师的歹毒 几个主演凑一块 没有一个能恶得了观众的眼 在别的剧里 是俊美酷男的张冰冰 到了这部剧里面 就成了一个脸长又宽的铁哈哈 五官抑郁 在风神里 靠着剑朔的肌肉 斩获无数少女心的陈牧驰 到了这部剧里 也像是个被吸干净的呆子 明明戴着帽子就很好看的 爱豆小哥哥吴宇恒 到了这部剧里 成了头大脸小 看着不太聪明的路人一样 还有这位没到场的汪夺 在其他古装剧里 明明是这样的 但在这部剧里 即使是个人形力排 都吵得惨不忍睹 同居的女演员看了一眼 用肢体演绎我 我一般不想 除非忍不住 哈哈哈哈 这剧女演员的造型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女主是长月静明的女三号 演小狐狸的孙真妮 她的造型 虽然跟小狐狸一样 都有虚虚 但小狐狸呢 又透着一股仙气 这个造型 嗯 一股邪气 还有宝藏演员张亚钦 在其他古装剧里 明明是这样 这样 这样的 怪了这部剧里 这脖子是李家处走了吗 别的剧呀 是偶尔蹦出一个丑造型 这部剧呢 是人均一个丑造型 也不知道啊 造型是是咋做的 完美避开每个正确答案的 大家都丑得很平均 这年头呢 很多剧造型都在内卷了 但有的剧不信邪 偏要搞几个丑造型 来拉拉观众的眼睛 许凯和景田主演的乐游园 看海豹就感觉 两个的造型 嗯 不再得劲 景田的刘海又后又靠前 眉毛呢 也没有丝藤里那么精致 许凯 在后刘海的加持下 也成了一个 普普通通的精神小伙 到了路透里 服装更让人眼前一亮啊 服装的饱和度不要太高哦 这两件袍子穿在身上 许凯瞬间宽出三个景田 衣服的质感严慕勇 怎么Pick床单就来演戏了呀 这很难品 还有演员全部换写的 《斗罗大陆2》 女主小五把吴轩仪 换成张雨昕 颜值OK 但有的造型 怎么透出一股浓浓的 廉价影楼风味啊 男主唐三由肖战 换成了周玉然版 哎 真不是我说呀 肖战在怎么 那是让他气质性是在的 你看看周玉然这版 跟唐三毫无关系 跟动漫一比 这不卖家秀与买家秀吗 刘海看着不要太蠢呐 陈牧驰在里面扮演戴木白 选绝是OK的 但我以为戴木白至少是这样的 可实际上 路透里戴木白可长这样 衣服和发型 谁也不服谁 还有这位谢祖武演的宁峰志 看海报里 就感觉大事不妙啊 谢祖武是帅的 动漫里的宁峰志也是帅的 但是把他俩结合到一起 我只想说一句 这老头谁哟 毁灭吧赶紧来 累了 有的造型师总想在造型上标新立异 虞书欣许凯主演的仙剑六 其他造型都挺还原网游 唯独虞书欣穿的这套内衣式铠甲 受到很多争议 也不说不好看吧 但内衣外穿总感觉 有些怪怪的 唐嫣主演的念无双 路透出来那会儿造型也被吐槽 都2023年了 还搞这种贴头皮 再带点简单饰品的造型 别的剧组都在造型进步 这个剧组居然在造型退步 神隐里 赵露丝是好看的 但男主王安宇的路透造型 却让人眉头尽索 他怎么没脖子还显装啊 脸称不起古装 古装也称不起脸 张静怡胡怡天主演的西花纸 剧组造型师也该脱出来挨打 面圆的造型看着都正常 个别造型还挺惊艳 那男演员是怎么回事啊 古一天在现代剧和其他古装剧里 看着都还行 但这部剧 一个摘面具的镜头 就毁了观众好多温柔 长脸 贱美 谁看谁倒霉 拍戟路透照更灾难 这位男主是重申后来复仇的吗 还有男配编程 印象中 他明明是蜻蜓月里的温柔小生怀疾 风起霓场里的翩翩公子 少年裴行俭 但在这部剧的预告里 成了跟我大眼瞪小眼的乐狗青 这羊驼刘海是甲发不要钱吗 还有无稀则眼的男二 这个造型 把他头大 脸部齐缺特点 无限放大 总之啊 看了剧组男演员的平均颜值 我对这部剧的期待直线下降 这些代播古装剧在搞人心态 这两年播出的和一些代播的现代剧 造型呢 也没好看到哪里去 前段时间 刚播完的火光 里面女主张静怡的很多造型就一言难见 女主的身份 好歹也是一只脚踏进娱乐圈的人 然而她的穿搭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旁边的女配都比她穿的好看 明明168的身高 看着却像1米5 高马尾大光明顶造型 也没有hold住 剧中造型换了N套 结果还没有中间穿穿的广子里 拿起造衣服好看 还有白露在以爱为影里的那些造型 一出来就被网友吐槽 完全看不出这是美艳大女主郑舒逸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从哪里来的小土妞呢 一部剧好不好看 造型真的太重要 要是古装剧太丑 青菜剧太土 只怕真的也没人想看嘛 别的剧组都已经卷起来了 这些剧组造型师们还在梦游吗